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打復刻地獄級 年輕規則衝進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張米加熱要不要練 其實我覺得可以拿一張起來就好了啦 不用練沒關係 因為他這個條件式的追打 而且增傷也只有身旁跟自身有而已嘛 然後隊伍中有渾吞之翼 露西法 還原所有碎裂位置 對 他還要綁定這隻露西法喔 而且他是直接在主動技就綁定渾吞之翼 露西法 所以就代表說之後可能逸轉 或者是說另一隻全新的黑化也出來之後 這一隻要還原碎裂是不是就也變得不太可能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可以拿一張起來就好啦 真的有需要你再練 也不遲吼 好 那這邊就代大家用 上一次合作結束的一趴大獎板田銀石來通關喔 這邊也是全銀魂配置 龍科就幫我帶自己的武裝就好 這個地獄級離現在算蠻近的 所以難度是一定有喔 你如果沒有這個花藍龍科你就帶蛋糕 也OK喔 剩下我這邊是有突破啊 不過這個突破應該是不影響才對 這一關血量最高7億多而已 對 所以我覺得在現在環境下來說是還好喔 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我們偷一回合 主要是要讓土方在王關可以跳起來 這樣就可以了齁 一回合之後就五步內送給他 直接無視這個固定連擊喔 好 來 這邊帶走 好 來 接著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是鎖定微塵 可是因為你最上跟最下是人豬豬 所以不會被鎖 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就可以了 好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上下電擊 啊你上下又剛好都是水 所以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 OK 來 接著第二條血 這邊的話是拼圖盾 拼圖盾我們就用定村來把它無視掉 好 然後這邊一樣去符合紅綠燈條件就可以了 好 這邊他沒有禁銷任何東西啊 所以你就是去把紅綠燈轉到就好了 OK 來 接著第四關是不能銷暗珠 然後要打18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用星巴 好 然後一樣可以五步內送給他就好了 這一關基本上可以接近不用轉珠 好 啊你星巴開了之後注意不要銷暗珠 你銷到是也不會怎麼樣 只是你就要再多花幾回合喔 OK 這邊帶走沒問題 來 接著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有一個電擊盾喔 好 那這個電擊盾的話 不用理他 我們就把銀石開下去 然後選星巴板面 好 啊一樣 五步內送給他就可以了 這一隻的血3億多啊 沒有電擊就是打30億 但是OK的 完全沒問題齁 來 接著王一 王一這邊是你開始轉珠的時候 他會有隨機4到7康 欸沒有欸 轉之前就有了欸 那還蠻佛心的啊 好 不管怎麼樣 我們這邊就是開銀石 然後選星巴板面 那就看你遇到幾康 假設說我現在遇到5康 那我們就是把一組錯開 欸 這樣子就剛好是5康 欸 如果遇到4康就錯開 欸 如果是遇到6康的話 就把他一組拉掉 這樣就可以了 7康就完全不用動了齁 好 來 1血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來 接著2血這邊的話 就直接用土方解掉 好 然後一樣五步內送給他就可以了 OK 以上這邊是 版田英石單程就通關 這個復刻地獄集 拿個大鳥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啦 掰撲